这是一只版海豹 它正沉溺于属于自己的寻报游戏中 在美国太险阳从临阵或不经次海滩上 你可以禁止以观察这些玩意并好奇 近乎于软体的焦点生物 但绝对不能触摸 然而今天一则科普铁帮我打开眼睛 标题是为什么在卢安海豹后 难兴的科学家总要杀海豹一耳光 对此科普铁的解释是 这个行为是为了防止海豹因为太过相信人类 而被猎杀或伤害 我差一点就信了 幸好有些信的网友 不能再从事任何与动物相关的工作 那么这条规则 无论对于南京的科学家 还是世界其他地方的科学家 无论对于科学家 还是普通游客 全都适用 在探索自然 与野生动物泄药的过程中 不触碰野生动物 与只保持距离 是人类的积极的 物种有别 人和动物身上都携带了毒的性质 甚至病毒 触碰可得自身和动物带着伤害 比如最常见的触碰汗塔 看它是狂启云的期待者 另外 长期与人类无论的动物 会丧失天然的细兴 比如额北山的藏桥后 硬生生的被投资成为山坡后 然后长期与人类接触的动物 会放松对人类的警惕 这只虎心叫Luna 它是人类的好物 由于长期与人类细细玩耍 因过比靠近船只 而被撞击之死 因此 包括海豹 以及任何一种动物 不是让他们知道 我们是被扇耳光的凶兽 而是与他们保持距离 被他们无视 无疑是最佳状态 有网友问 那么山洞海豹尔光会怎样的 人类无法告诉你 按摩可以